香港宝宝张西彤 同样到了添加腐蚀的阶段 像许多香港家庭一样 妈妈洪心制作食物 也喜欢翻看纸质食谱 爸爸张丹峰在外拍 给宝宝腐蚀的任务 自然落在洪心身上 食谱是什么呢 就是妹妹到了四个月以后 就开始吃那种 别的东西就不吃 只吃饭了 但是张浩莲自告奋勇 帮着妈妈参谋 但是呢 这些东西都要把它搅 搅得很像固体 怎么讲 融 来给她吃东西 所以我要看一下 虽然没有提出 什么建设性的提前 不过这么关心妹妹 还是要在意下来 我小时候呢 简单很多 我买那种罐头的 不是罐头的 就是在超市里面买一种 有猪肉啊 有鸡肉啊 有鱼肉啊 那种罐头的 妈妈 哥哥 你们在看什么呢 也没人问我 我可以点餐吗 六月的香港 一线苦热 本来妈妈 想让张浩莲 在家陪妹妹 而张浩莲 结局要求和妈妈一起去 我就跟你说 爸爸拍戏期间呢 还有妈妈 如果出去工作 那家里就要你来照顾妹妹了 知道吧 哦 你会 冲奶粉啊 会帮 帮 帮妹妹冲凉了 所以我们有时间呢 爸爸就会多教教你这个东西 哦 知道吧 你就全交给你了 哦 好了 那我们准备出去了 嗯 买什么 买豆腐 还有土豆 还有 优感 优感 还有什么 你要帮我记住这三个东西 我怕我忘记 哥哥也这么关心我 好幸福 哥哥果然是一个 说话算话的小男子汉嘛 正午的阳光直晒在马路上 母子两人顶着空树前行 去往便利潮市 妈妈对高分上了承受 而哥哥张浩莲一路上 简直挥汗如鱼 这三个好吃的 全部都是吃的 若大的超市 琳琳满目的食材 该如何选择 土豆 香蕉 香蕉 酸奶 豆腐 两人逐一挑选 妈妈红星将会给宝宝 制作怎样的服饰呢 从超市出来 踏上回家的酷热旅程 哥哥张浩莲 再次买身大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